字幕- 李宗盛 好的,婚人後事,第三集 跟齋Sir,大家好 齋Sir在這裡,繼續聊聊 我剛才聽齋Sir說,有賭爭 這個好玩,全城抗爭 全城抗爭 這個星期日就有個賭爭行動 對付黑人爭 這些爭流感 對付黑人爭流感 那你走的時間是怎樣 這個好玩,這不是賭爭的遊行 這個是同志大遊行 禮拜日下午2時半 在修盾球場出發 走到遮打花園 2時半 所以最好我們去遮打之後 有班人會在遮打 再走上禮賓府 包圍曾蔭權的禮賓府 真的可以跟同志一齊 公民利用社會 我們約定大家 約定大家4時在遮打花園當 如果你可以去支持同志遊行 請你2時半去修盾 由修盾走過去遮打 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就4時去遮打 等完之後我們上禮賓府 包圍曾蔭權那個位 包圍曾蔭權 包圍曾蔭權 這個一定要 我剛才聽阿齋Sir 你說的電燈膽事件 這間又買不到房子 香港社會這麼不穩定 會不會遲早會暴動呢 你這個問題問得好 這個問題就是 當你一個社會 所謂正常的政治渠道 沒有辦法解決到 政治困局問題的時候 就會突然爆發 好像國內那些暴動一樣 你現在香港呢 其實是開始接近又有爆發的跡象 所以你現在 連軍家部都說 要依法辦事 就是告訴你曾蔭權 你去死吧 你怎會搞這些壞事出來 搞到我們阿爺出醜 即是我們阿爺 天天在祝祝你 你天天在祝祝 你天天在祝祝 我天天祝祝你 你天天在祝祝 你天天在祝祝 你說是不是好笑呢 所以這個 現在有個問題 香港的大專學生 其實是醞釀很多不滿 亦有很多無奈 現在另外 香港的很多雷曼虎主 當然很生氣 你原來吹幾句風 你就可以提早陪 我們到現在 還是影都沒有 大部分雷曼虎主很慘 到現在還是影都沒有 然後 如果你加上一群年輕中產 個個突然買不到樓 個個在做無殼蝸牛 然後見到你繼續在那裡 連那些居屋都蓋不到 上又不行 下又不行 這樣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開始接近一個爆發點 所以你這個曾蔭權很小心 就算阿爺經常幫你 那些股票不斷升 他都是益某一班人 益不到大部分人 這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他被董建華衰在哪裡 他被董建華衰在哪裡 他被董建華衰的地方 就是他有這樣的智能 他亦都有那個back up 即是他跟政府官僚系統合拍的 即是說其實 他是可以做得比董建華好 很多 這個當然要加這句 希望今天董建華看這個節目 他會很開心 因為我們當年很討厭董建華 但到今天都會說 他可以 靈邀董建華 不要曾蔭權 靈邀董建華 靈邀董建華 很多接近的東西 或是比他還差 那立刻說 這個人衰得很厲害 你完全的思維是差得很厲害 譬如說六大產業 我也不明白 為何可以有一個這樣 政府還要慢到這樣的地步 你想想 那個金融海事 一初九月 人家那些西方 就算拖了一兩個星期 他都馬上賣錢 你說他不是 那時候拖了一個多兩個月 整個什麼經濟機遇委員會 機遇委員會要搞一個多兩個月 什麼機遇都沒有 那個機遇委員會 過了一整年之後 出了六大產業的口號 只是口號而已 沒有細節 然後到現在 仍然是不交功課 你想想 曾蔭權過去那四年 他的施政報告 每一份都好像沒有交功課 他其實是等於什麼呢 如果用我們老師的角度等 等於他說 我寫一個功課題目 我準備交一份什麼題目的功課 然後丟個題目出來 就等於交了功課 我現在寫一份施政報告 叫六大產業的題目 然後裡面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被人噴了 六大產業 加起來都只有10%GDP 那你其他90%GDP 那四大產業 你完全提都不提 那你說你死不死得 香港發展的第七大產業 他都不知道 是什麼 門家 這是第七大產業 接下來 他們整班傻佬 就在那裏搞驗讀 驗讀那壇事又要命了 當然那壇事又僑涉學校 又僑涉教會 剛剛上星期二 就去了領南 就談了一晚 驗讀的問題 幸好談一晚 就多謝社工 他有很多資料給你 給你到處 你就開始明白問題 明白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根本政府 是不明白問題 很簡單 連問題都未明白 我覺得不明白 他怎樣拿資料 即是說他可能完全沒有問過前線 因為那班官就是這樣 因為那班官就是這樣 自己想自己的事 每個都在冷氣房裡想事 根本就從來沒有出去問過社工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既然沒有問過發生什麼事 根本就完全不明白 但是為什麼 要當特大號事件來搞呢 就是證明他其他什麼都沒有搞到 於是就要小題大做 因為大題不做 所以小題大做 將他做到正職工程 以為這樣做完 就可以交差了 實際上對問題 一點幫助都沒有 即是對於香港年輕人 怎樣吸毒呢 由那個深層次 即是年輕人 看不到前景的問題 去到中層次 即是香港怎樣亂打擊 黑社會 搞到他滲入學校 因為他賣不到 翻版 走入學校那種 然後跟著去到低層次 即是說 怎樣直接幫一些吸毒的年輕人 他全部都沒有想清楚 就這樣推一堆爛的東西出來 就很簡化地去處理 是啊 簡化地 我什麼樣子 我打你這幫男人 那就等於做了 這次打男人 就突然間出了一件好事 唯一的好事就是 原來那幫香港的年輕人 連中學生都不是很欺負的 他都開始有腦 他都說我有主體的 你沒有理由當我 好像那些遊戲機那些 青蛙仔那樣不斷打 是嗎 根本就是打給政府 即是越來越多中學生 已經不同意驗毒 開始反抗了 是嗎 即是他根本上 他自己經歷那個經歷 他就知道 根本這件事是行不通的 是嗎 我根本上是搞到我這單刀 整個局面 但這個問題是怎麼說服家長呢 我想那個家長 香港的家長 就真的很拿命 香港有很多中產家長 很傻 很傻的地方 就是他不明白年輕人的文化 可能他從來都不想Facebook 不看東西 他就有很簡單的心態 就是沒有眼屎乾淨 即是說 總之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或者我找到一件事 我戳到他出來之後 我就不斷打他 最後就打到他乖乖的了 他完全不知道 年輕人究竟想什麼 他會最好放口給政府 這樣搞 他搞一搞 幫我教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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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搞定了 其實這個不是解決之道 沒錯 他完全不知道 他現在做父母 過過一小時生活 他的下一代未必維持到 這個才是最大的危機 現在香港面對這個最大的危機 這個特區政府是不會做的 是不是 又沒有任何的方法 幫他回大陸 又沒有 是不是 幫他在這裡 或者出國又沒有 幫他找一些機會 自己創業又沒有 從頭到尾的那些創業計劃 你記不記得 不知道幾年前 是亂說一輪 到現在是怎樣 剩下零的 你想想去年 剛剛金融海事的時候 國內做多少創業計劃 給大學生 香港是零的 什麼都不做的 是不是 給你四千元 等你餓不死 這樣就算了 是啊 就是繼續讀書 鼓勵那些人 繼續讀書 繼續磅水 給教育搶業 這個叫做教育搶業 又不是便宜的 是啊 不是便宜的 不是便宜的 不斷給他賺錢 賺完錢之後 那些年青人 各個大頭債 爭在年青人 每個人都很生氣 但是沒有處發洩 也沒有一個 抗議力力力力力力 跟他爭 政府你究竟應該給些什麼 那唯有 唯有 唯有 這個星期日 同志遊行 就收盾球場 灣仔 兩點半 之後就去到 遮打花園 匯集 這個賭爭力量 再去圍剿曾蔭權 禮賓火 一天做完所有的事情 不用分開做 不用分開做 挺好 其實我要說一句 就算這個賭爭 這次未必是很大規模 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告訴曾蔭權 嘩這是一開始的 很重要 這個是一開始的 告訴你 你的管治再不改善 這個社會 會和你算帳 好 謝謝曾蔡sir 好